中东地区的最主要特征是由阿拉伯海岸和红海携持的阿拉伯半岛。 这里的主要产油国包括沙特阿拉伯、科威特、伊拉克、伊朗、阿联酋、卡塔尔和巴林等,这些产油国环绕着波斯湾阿拉伯海湾分布,中东地区地质构造单元中东地区世界级大型油气田,其储存主要为碳酸盐盐。 这些碳酸盐盐的地质层位,主要是上二叠捅胡夫族、上诸罗统阿拉伯族、白俄系马什里夫族、萨尔阿克族、舒艾拜族、第三系阿斯马里石灰盐、基尔库克群、该区大油气田的形成,有着众多优越条件的有力配置,基本要素可归纳。 为六个方面,牲畜盖配置十分合理,有台地内继承性发育的生油盆地、含油气层的年代较新,石油生成的时间较晚,且石油进入构造圈壁的时间也较晚,被协构造规模巨大,有十分理想的区域性盖层。 下面我们主要看一下伊朗形成世界级大型油气田的主要地质构造条件有哪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